1加1等于2吗 这个问题太幼稚了是吧 小学一年就知道了嘛 1加1肯定等于2 可是 如果我问你 一个指针 加1 它的结果 是加了1那个数字吗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 C圈R的数组 我们之前一直在 在做int的数组 其实C圈R也一样 对吧 C圈R是一种准数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C圈R的数组 AC 这是一个C圈R数组 让它等于01234567890 没有10 0到9 让它等于0到9 所以呢 这个AC有10个单元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C圈R的指针 心P 之前一直都在做int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恰心 恰心P等于AC 所以P呢 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了AC 这个数组的第一个单元那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printf 输出一下说 这个P的地址 等于多少 是吧 那么P这个值是多少 输出一下 这个P的值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事情 再往前推一步说 我们想要看一下说 这个P加1呢 等于多少 于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P加1的值 对不对 非常简单的程序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他说 P呢 是在5E上 而P加1呢 是在5f上 这个是16进制 所以E后头就是f 当然了 ABCDEF嘛 没错啊 加1就是加了1嘛 5E加了1 变成5f了 嗯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把这一段呢 拷贝粘贴一下 现在呢 我们把cha换成int cha心呢 换成int心 当然 变两名字得换换 这是AI P变什么呢 嗯 当年人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毫无想象力 你知道吗 我们做整数的时候 I用完了 JKLMN 做这个指针的时候 P因为是pointer的第一个字母 所以用P来表达是指针 P用完了 QRST 真的就是这样 OK 好吧 我们也不能免输 这就是Q Q等于AI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说 Q和Q加1是多少 那么这是Q 这是Q加1 来运行一下 P5A P加1 5B OK 这是加1 Q 2C Q加1 30 2C和30是多少 16进制如果你不太熟的话 很简单 C是什么呢 你斑斑手指头 ABC 第三个 A是10 所以是10 11 12 所以C呢 就是12 0 对于16进制来说 0 意味着进位了 12到16之间 它加到16的时候才进位 12到16之间 刚好是4 也就是说 30减2C的结果 就是4 4是什么 我这儿Q是做的是加1 它给了我说 哎 你的结果加4了 这个地址加4了 为什么加4 为什么刚才 TRA加1 X Size of TRA 是1 而 Size of int 是4 所以 当我们给一个 指针去加1的时候 它不是在地址值上 加1 它在地址值上 加一个 Size of 那个 指针所指的类型 为啥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的类型是CHAR 如果它的第一个单元 这是一个CHAR的数组 它的第一个单元的地址 如果是 我们刚才看到5E的话 那我们知道 它的第二个单元的地址 就是5F 因为5E和5F的距离 正好可以放一个CHAR 现在 如果 我们是一个int的数组的话 我们知道 int的数组的一个单元 要占据4个字节 所以 这是一个int的数组 它的 第0个单元的地址 如果是2C的话 那么 它的第一个单元的地址 就得在 30上 而它的 第三个 或者叫做2号单元的地址 就应该在 34上 对不对 相邻的单元的地址的 差距 正好是 它的这个 基础类型的大小 所以 如果 这个Q 原本等于 这个 也就意味着 Q指向的是 这个单元 那我们让 Q加1的意思 是让 这个Q加1 这个地址 等于 它 也就是说 Q加1 指向了 它的 第二个单元 也就是 1号单元 所以 对指针 做一个 加1的动作 意味着 我们要把它 移到 下一个单元去 我们 给实际的 指针值 加上的是 size of 那个基础类型 大家可以自己 拿我的这个程序 再去试一下 其他的类型 比如说double 比如说long long 比如说short 看看 是不是真的 如我所言 当你要让一个指针 去加1的时候 它实际上加的是 size of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想起一件事情来 因为 我们在讲到 数组和指针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说 当你把一个数组 附给一个指针以后 你可以拿那个指针 像数组一样的操作 你也可以拿那个 数组变量 像指针一样的操作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 你有心P 在现在这句话的位置上面 心P就相当于是 ac的0 那 如果我有心P加1 它是什么 P加1 就是把指针指向了 它的下一个 那么当然它就等于ac的1 相当于ac的1 对不对 在这儿我们要加括号 是因为 心号是一个 单目运算符 它的优先级 比这个加号要来的高 所以 我们必须 放一个括号来保证说 加1这件事情先做 然后再去取 那个加了1以后的 地址上的东西 我们不妨来试一下 这件事情 我们想要输出一下说 这个 心P加1 的值是多少 同样的 我们在这儿 也可以来输出一下说 这个 心Q加1的值是多少 我们看到 心P加1 就是E E 就是 ACE 心Q加1 就是E E 就是AIE 所以也就是 我们把它挪到 下一个位置上去了 如果它不是这么 加了个E 它是在地址 上面加了个E 那等它加完E以后 它没有意义了 你看在这张图上 如果说 我们让这个Q加1 不是变成30 而是变成了 2C加1 2C加1 作为16进制运算 2C加1 结果是2D 2D是什么 我们这个整数 是四个字节 对不对 这是2C 那下一个单元 是2D 你说 我的Q 只向了这个东西的话 它没有任何意义 它不可能说 我拿这三个字节 加上后面那个 Int的前一个字节 拼起来 OK 这我有四个字节了 这四个字节是个Int 这没有任何用处 这不是一个 我们想要的Int 这不是在那个数字里面 任何一个有效的东西 所以 加1 一定得要加上 size of那个东西 实际上 对于这样的运算来说 如果你的这个指针 不是指向了一片 连续的空间 比如说像数字这样的 那么 这种加1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然不光是加1 我们也可以加2加3 其实 看到这个 你就会知道说 在这里 实际上 当你P指向了AC以后 那么 新 P加N 和 AC的N 它们就是等价的 这两件事情 是完全相等的 我们让 P加上多少个 单元之后 去取那个地址上的东西 和AC直接去取那个 下标上的东西 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 指针是可以去 加一个整数的 那么 除了做加一个整数以外 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 减一个整数也可以 既然加可以 加等于也可以 减等于也可以 减的意思是什么 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 往前挪一些 加是往后挪 那么 减呢 就是往前挪 递增递减 P加加 Q加加 啥意思 挪到下个位置上去 P加加 P等于P加1 挪到下个位置上去 其实 我们在很多代码里面 经常看到这样 加加 对指针做加加减减的运算 还有 两个指针 可以相减 这又有问题了 减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来试一下看 我们现在呢 这样 我们有个P 我们呢 再来个P 让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AC的 比如说 5号那个位置上 的那个单元的地址 然后呢 我们来 输出一下说 现在呢 这个P1-P 等于多少 我相信 它们减完以后 是个整数 我们可以先用整数 来试试看 如果说 这个%D不对编译 给我打回了 我们再来改别的 P1-P 当然同样的 我们应该对Q也做一下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 对这个 我们有Q1 它也等于 AIA的 5号位置上的 或者我们换一个 这个6号位置上 也一样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也来输出说 那我这个 Q1-Q 等于多少 Q1-Q 好 编译运行 没问题 过了 我们来看这结果 怎么说 这结果呢 说 这个 P1-P 等于5 对啊 这个P呢 是AC0 对吧 你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和你把它写成 andAC0 是一回事 那5和0之间 距离就是5嘛 没错 他说 Q1-Q呢 是6 这个有点好奇 Q1的值到底是多少 我们不放在这儿呢 让他 我们不要看Q加1了 你给我看看 Q1是多少 给我们看一下 Q1的值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Q1是40 那个是28 这16进制 40-28是多少呢 我也懒得算 我们找 这个计算器绑绑 我们现在这16进制 我们要 40-28 等于呢 他说0x18 这10进制是多少呢 24 嗯 24 也就是说 Q1和Q之间 这俩地址 他们如果直接减的话 应该是24 但是呢 他告诉我说 Q1-Q呢 等于6 6是什么 24除以什么 size of int 所以当你去减两个指针的时候 他给你的是什么 给你的不是这两个地址的差 给你的是 这两个地址的差 除以那个size of 它的类型 也就是 他告诉你说 在这俩地址中间 有几个 这样类型的东西在 或者说 能放几个 这样类型的东西 这是指针减法的意思 我们刚才看到有 这个 加价减减低增的运算 对吧 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其实经常在程序里面 看见的呢 是这个写法 新P加价 新P加价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头我们有俩运算符 那么从优先级来说呢 加价这个运算符的优先级啊 比新还要高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后面有括号 我们让P去做一个加价的运算 可是我们知道这是后缀 后缀的意思就是 P当然会加1 可是呢 P加价的结果 是P加价以前的结果 这是我们之前讲 反复讲很多遍的事情 完了以后 再对它取心 取出这个指针 取出这个指针所指的 那个地方的值来 那个地方的东西来 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取出P所指的 那个对方的那个东西 顺便把P加价1 顺便把P加价1 那这种东西呢 经常用于像数组这样的 连续空间的数据 我去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像便利这样的操作 因为在之前啊 我们如果要便利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代码来说 我们把不相干的东西 先拿掉一些 如果我们要便利这个AC 那我们做法是说 我们会有个inti 然后呢 我们for说i等于0 i呢 小于比如说这个size of ac呢 去除以这个size size of这个ac的 是吧 完了以后呢 i++ 那循环的每一步呢 我们就说啊 我们要printf 这个ac的i 是吧 我们就把这个值给输出了 这是一个便利的方法 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便利的方法 我们可以说 我们呢 让这个p 等于ac 是吧 也就是说 有个指针 指向数组的头 完了以后呢 p呢 每次要加加 当然这中间还有条件是啥 条件是啥呢 呃 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呢 是说 我可以在这个数组里头啊 我在最后放一个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负1 那假如说负1不可能是有效的数据的话 我就放个负1在那儿 所以呢 这条件就变成说 什么时候新p 不等于负1的话 表明 咱们还没找到头呢 是吧 完了以后呢 我在里头呢 就可以printf说 哎 百分号d 杠n 是什么呢 新p 我不用加加了 对吧 如果我说新p加加 OK 那我负循环的这个呢 可以不要 当然了 既然写成这样 大家也看出来了 我完全可以把这个负循环写成什么 可以写while 对吧 因为我前头新p等于ac已经有了 所以while新p 不等于负1 哎 我来做这个 哎 我来做这个 输出 我们可以试下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 我们有两个输出的结果 对吧 第一个输出结果带到负1了 因为这个的输出 当然它会把所有输出的内容都输出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种做新p加加的输出的时候呢 它是说 你p所指的那东西不等于负1 也就是说负1是不会 作为输出的一部分来输出的 它是一个结尾的标志 我们在下个星期讲字符串的时候 我会大量的看到这样的运算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仔细探究这个新p加加到底有什么意思 这个新p加加 在我们知道C元最早是在一个叫做pdp11的机器上做出来的 在那个机器的汇编指令里头 有一条指令 这一条指令做的事情 就是新p加加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你的代码写成新p加加 那那个时候 C元的编译器 就可以很省事 一看 哦 你有新p加加 当然p可以变成任何变量 对吧 你有新什么什么加加 它就可以把你的C元的代码翻译成那一条机器指令 于是我们知道什么 这个东西就可以跑得快 所以当初要设计加加 简简这样的运算符 要设计这样的指针的操作 完全就是为了让C元写出来的代码 在那个机器上能够跑得快 那后续呢 其实很多的处理器也都延续了这样的一种指令 我们PC用的X86的处理器里头也有类似的指令 但是不是所有的处理器都有这样的指令的 如果正好你遇到的那个处理器没有这样的指令 其实新p加加呢 就不会跑得特别的快 当然这是题外话 我们多看点背景的知识 另外除了加简 没有乘除啊 指针不能做乘除啊 指针做乘除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你说我俩地只乘一下 这没意思对吧 又不是算面积 可以做加简 可以做比较 可以比较指针是否相等 可以比较指针是否不相等 可以比较指针大于还是小于 当然对于指针的比较 你想得到 它其实就是地址的大小的比较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指针指向A0 另外一个指针指向A5 那么明显指向A0的指针 比指向A5的指针要来的小 因为数组它是这样顺序地增排列的 这很简单 还有一个问题 0地址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代的这些操作系统 无论是Windows MacOS 还是Linux 或者其他的Unix 这些操作系统都是叫做 多进程的操作系统 它的基本的管理单元是叫做进程 什么是进程呢 你double click一个东西 它运行起来了 它就是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个进程 对于进程来说 最基本的概念是说 操作系统会给它一个虚拟的地址空间 也就是说 所有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都以为自己具有 从零开始的一片连续的空间 那个顶是多少呢 如果32位机器的话 那个顶就是4G 4个Giga 当然实际上你用不了那么多 我们很快会看 我们怎么样去探测 你到底能用多少空间 所以任何一个程序里面都有零地址 不是说我这个程序用了零地址了 那个程序就没有零地址 所有程序都有一个虚拟的 当然这个虚拟的到物理怎么翻译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有另外一门课 叫做操作系统 在那门课里面 我们会详细讲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还在计算机非常基础的地方 对不对 每个程序都有一个零地址 但是这个零地址呢 是你不能碰的 你不能往那个零地址里面去写 甚至有的系统 说你去读那个零地址都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常用零这个地址 来表示一些特殊的事情 比方说你要返回指针的 我返回零告诉你说 这串没戏 这串没成 或者呢 当你有了一个指针变量之后 你可以先给它附上一个零 先给它附上一个零 等于没有给它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零那个地址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但是好处是如果你不小心对那个地方 对那个没有付过初值 但是付了零值的那个指针 做了任何事情的话 系统一定会崩溃 我们之前在这个指针那部分 我们尝试过这件事情了 对不对 我们给一个指针付了零的初值 一运行 它就崩溃了 试图往那地方写东西 它就崩溃了 那么C元呢 除了可以用零来表示地址之外 它预先定义了一个量 这个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叫做now N-U-L-L 四个字母全部是大写 小写就不管用了 必须全部是大写 这个now呢 表示是零地址 我建议大家 今后如果需要用零来表示地址的时候 用now这个符号 因为有的编译器 它不喜欢你用零来表示地址 有的编译器里头 零和now可能是不相等的 这事牵扯的比较深远 我们不在这说太细 我只是提醒大家 想要用到零地址 你用now这个符号 而不是用零这个字面量的值 另外我们知道说 一个指针 其实它是有各种类型的 我们刚才看了有chart的指针 我们看了int的指针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shart的指针 double的指针 指针有不同的类型 所以不同类型的指针 是不能互相复制的 我们来试一下这件事情 很简单 在我们这就有 对不对 我们有新q 这是int的指针 如果我们想说q等于p 我们编译一下 它说 incompatible point type assign 说这两个指针的这个辅值 类型是不匹配的 类型是不匹配的 你把一个p的指针 交给 你把一个p的值 交给q了 虽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指针都是指针 对吧 不管你指针印太 指针指针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所以 由一个q这个变量 来接收p这个变量的值 没有问题 这个值是放得进去的 不像说 我要把一个double放到int里头去 放不进去 那会有问题 现在没有问题 这个q里头去放p 这没有问题 可是 有问题的是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 你就这么就做了 你就做成了 现在变成什么局面呢 正好就是我们先前那个图 对吧 这个是p的指针 指向的是它 现在呢 你让q的指针 也指向它了 然后我们知道说 新q表示什么 新q是个int 对吧 因此如果我们想说 新q等于0的话 它要怎么做 一个int要四个字节 它会让这四个字节 都变成了0 也就是p0到p3 通通变成0了 通通变成0了 这显然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 指向不同类型的指针 不能直接复制 这主要就是为了避免 你用错指针 但是呢 如果你想 你可以做强制类型转换 强制把指向这个类型的 指针 指向那个类型 当然 作为初学者 我劝你 不要轻易尝试这个事情 在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你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 你也许不得不做这个事情 但是在初学的时候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讲 是因为 我们希望带进来 另外一种特殊的东西 就是void型 void的这个单词 我们之前遇到过 如果说一个函数 它不返回任何结果 我们会说 这个函数的返回类型 是void void表示没有 它没有返回直 对不对 没有返回结果 那void的心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这是一个指针 这也没有错 是个指针 可是呢 我不确定 这个指针指向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我就先说 它指向的是void 我先说它指向是void 它指向了那么一块空间 这块内存空间 里头究竟是inter 还是double 还是double 还是chart 还是short 我不知道 我也不关心 我只是说 它指向那块内存空间 所以我们用void的心的指针 来表达说 我现在呢 有一个内存地址 在内存里头有一块地方 我用这个指针来表达它 这个往往会用在底层程序 系统程序里头 我要直接去访问某个内存地址 我要直接去访问某个内存地址 所代表的一些 比如说外部设备啊 控制计存器啊 等等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这样的类型 当我们去做类型转换 对指针类型去做类型转换 比如说 我们在这儿写的说 你看这个int的心P呢 是ri的地址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P呢 强制转换成void的心 交给了一个void的心Q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并没有去改变P所指的变量的类型 ri还是int p是指向ri的 ri还是int 这没有变 只不过是说 我们通过Q去看这个i Q现在也只想i了 对不对 我们通过Q去看i的时候呢 我们眼光变了 通过P去看i 我们觉得i是个int 通过Q去看i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现在啊 不拿你当int了 我拿你当void了 我当你什么都不是了 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之前看到过 我们用指针来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传入比较大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用指针做参数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要传数组 我们传入数组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指针对那个数组做操作 当我们函数返回不止一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指针做参数 让它带出结果 当我们需要用函数来修改 不止一个变量的时候 比如说swap 我们可以用传指针进去 让函数里头 帮我们修改变量的值 还有当我们需要动态申请内存的时候